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嘉嘉 嚴嚴真的很想脫光珠走到冰箱裡 又或者離一條涼滲滲冷冰冰的雪糕 不過最近竟然有一種說法 雪糕是食品添加劑的嚴重倉庫 裡面竟然有十幾種添加劑吃了 會令我們越吃越蠢 和會增加肝臓的負擔 那究竟這個傳言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馬上為大家展開調查 夏天一到,雪糕模擬成為大人們 和小朋友最青睞的甜品 口感冰涼,五顏綠色,酸甜可口,形狀確異 試問誰可以抵受到雪糕的誘惑 但是如果雪糕真的有這麼多添加劑 這個雪糕還能吃不吃? 剛才我在小賣部的冰箱裡面 看了一輪雪糕 發現他們的外包裝 如果不仔細看 是找不到配料表的 原來這個配料表 是放在縫隙那裡 在縫隙那裡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我手上的 這個就是平時吃得比較多的綠豆批 它的配料表上面 在食品添加劑那一列 就寫了很多是數字代碼 就不是說很顯著地寫了究竟有些什麼添加劑 而另外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一款奶油雪糕 那這一款奶油雪糕上面 食品添加劑就寫了有一些脂肪酸 還有瓜耳膠 拉卡拉膠 看到這個食品添加劑這一列 是有成差不多八九樣的 看來這個食品添加劑都有很多 吊齊拿著的那一條還是小意思 這個品牌的另外一款雪糕的添加劑更多 仔細數了一項 單、雙金油脂肪酸展、羅望子多糖膠、牙絲霸甜、檸檬王、亮藍 足足數出十四種 一條雪糕含有十幾種添加劑的情況並不少見 在一些好受歡迎的知名品牌的雪糕 配料表的十幾項當中 屬於乳化劑、增酬劑、人工色素之類的添加劑也不下十種 為了令到添加劑看上去少一些 一些品牌連具體的名字都打不出來 只是標注了數字代碼 嗯 照這樣看來 傳言說這個雪糕是添加劑的移動倉庫 說得真的有點道理 但是我這裡就有疑問了 為什麼雪糕當中會添加這麼多的添加劑 還有這些添加劑是甚麼來的呢 接下來我們一起做一個實驗吧 今天我們的調查員就帶大家 來到這個充滿童爭的兒童公園 同時我們就將實驗室搬到這裡 大家看看石桌上面擺放著很多不顏綠色的瓶 等會我們會邀請現場的小朋友們 和我們一起上一堂別開生意的化學方 小朋友們你們平常喜歡吃雪糕嗎 喜歡 那你們知道雪糕怎麼做嗎 做雪糕 好 那今天姐姐就來給你們示範做雪糕好不好 但首先我們就要準備糯米水和卡拉膠 這個卡拉膠是起到一個凌固固形的作用 事先我們還在糯米水煮的過程當中 加上一些白砂糖 令到它在吃的過程當中會好吃些 會有一點點甜味 我們這個也是事先準備好的 而在這邊就是各種各樣的食品添加 那我們現在就立刻來做雪糕了 四個燒杯都倒了糯米水之後 我們再往每個燒杯倒入等量的卡拉膠 令到雪糕醬料容易成形 也就是凝固得比較好 但是就這樣來看 好像也看不出半點雪糕的模樣 現在你聞這個味道像不像雪糕的味道 像你平常吃的雪糕的味道嗎 很像對不對 對了 那我們現在呢 雖然調了我們卡拉膠上加糯米水 但是都依然不像雪糕的味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未添加食品添加劑 接下來我們按照小朋友喜歡的顏色 開始往裡面添加各種添加劑 我們準備了有滑紅、亮藍和檸檬黃等色素 可以看到燒杯裡面的顏色開始慢慢散開 分別有紅色、黃色、藍色和綠色 五顏綠色的比對色的顏色好看好多 現在開始加入不同口味的香精 調製出來的各種果味 然後再加入甜味劑、阿斯巴甜和甜蜜酥 再加入果膠、攪拌均勻之後 再將調配好的醬料倒入雪糕模具裡面 好了 事前準備就已經全部做足了 那馬上我們就要把這個色彩斑藍自製的雪糕 放入冰箱裡面 冰完之後再拿回來這裡 冷凍之後一枝非常漂亮的雪糕成功出爐了 你們剛才說很想吃的誰要 小朋友們看到我們用各種添加劑做出來的雪糕 都殺手兼令頭說拒絕不醒 不知道在旁邊圍觀的小朋友的家長們 看到我們的製作過程又怎麼看呢 為什麼不要吃 因為你該做的過程中加了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所以我不敢吃 肯定是不好的東西吧 多數的是 我覺得應該都不怎麼健康吧 但是每個人都想要吃啊 那些雪糕真的裡面還有這麼多添加劑 你還會給小朋友買嗎 盡量不買了 可以不買的話 我知道會添加很多那個東西 對小孩的健康不是很好的 但是小孩子要吃也沒辦法啊 都很少買 反正他有時候要的話就買一下 他在那麼小的地方都不給他吃 但是他目前為止還可以控制他的話 今天小的時候要控制他 大的話這個人都不給他吃了 大概多久會買一次給他吃 看天氣了 看那個很熱的話就一天只能吃一吃 經過一輪家房 幾乎所有的媽媽聽到添加劑這三個字都表示擔心 甚至是談添息一點 擔心小朋友吃多了這些添加劑雪糕 會對身體不好 但是夏日炎炎 小朋友又鬧著要吃 家長最後都只能夠滿足他們 那這些家有添加劑的雪糕 是不是真的不適合小朋友吃呢 就是對於正常的人來說 添加劑一般如果他在國家規定的 使用的量跟使用的範圍之類 其實是危害是不大的 但是對於我們兒童來講 因為他本身第一個 他是在長身體的時候需要特別多的營養 那我們的雪糕其實它的營養價值是比較低 第二個呢 那我們本身兒童它的代謝能力是比較弱的 那我們雪糕裡邊太多的添加劑其實會增加我們兒童的這種甘生負擔 其實可能會導致它的食慾降低啊 甚至導致它的這種生長的發育遲緩呢 還有一個它也有可能導致我們一些營養素的流失 比如說我們漆 那本身心就是我們觸食慾的一個礦物質 那如果缺心又更加又會導致食慾不好 所以為什麼你看夏天特別喜歡吃冰淇淋的孩子 其實它的相對來講它的食慾就是正常吃飯 我們吃菜它的這種量會小很多 究竟在製作雪糕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必要添加這麼多的食品添加劑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了一屋外宜手工封培館 看看在裡面可不可以找到答案了 Hello KK老師 今天我們來就主要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你的 就是關於製作雪糕的過程當中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添加這麼多添加劑呢 好的 現在我們就準備了所有的材料在這裡 分別有水 還有這個糯米粉 可以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糯米粉 就是普通我們平時食用的糯米粉 還有一些黃油 這個就是普通超市都可以買到的黃油 還有這種各種添加劑 普通的做雪糕的過程和材料就是這些 我們看到老師面前擺著兩杯已經製作好的雪糕醬料 他們一杯是完全沒有添加任何添加劑的 而另外一杯就添加了添加劑 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不同 有添加劑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添加了這些各種添加劑下去之後 將這些材料混合之後 它會混合得很好 看到它是沒有分層 而且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是的 這個是沒有添加劑的 沒有添加劑 我們將水糯米粉和黃油放在一起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水糯米粉 這個是糯米粉 這個是油 三層是分得很清楚 最上面那個就是油 中間就是水 然後下面就是它的密度最大的沉在下面 就是這樣沉底 水和油都浮了面子 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會變成這樣 這樣就是不會有我們在外面吃到的那種雪糕 很香很軟那種的效果 這種就加了添加劑的 按照老師剛才的說法 如果說在製作雪糕的過程當中添加了添加劑 才可以做出這麼好的一個形態 比較好的混合 以及可以做各種的口味口感出來的 所以說在製作過程當中 不加添加劑和加添加劑做出來的效果 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雪糕的添加劑 我們經常開玩笑的說 雪糕就是一個添加劑的大組合 還要做成一個色香味很好吃的一個雪糕 它裏面的添加劑主要有五大類 一類就是蒸稠劑 也就是說我們吃上去的雪糕 相對來講它的形狀啊 還有它的口感啊就是一個 第二個呢就是乳化劑 因為雪糕裏面它是有含量比較高的脂肪 然後但是有一定的水 水和脂肪是不相容的 那怎麼辦呢 那就用乳化劑把水和脂乳化在一起 形成很好的口感 還有一個就是調味劑 看我們有吃有不同口味的雪糕 對吧 有的比較酸啊 有的比較甜啊 有牛奶味的等等這些 其實都是通過調味劑 比如說甜味劑啊 酸味劑啊等等這些調出來的 那還有你看我們有五顏六色的雪糕 對不對 那這個是色素 就是有不同顏色的 比如說我們很熟悉的什麼日落黃啊 什麼亮黃啊等等這些 這是色素 那還有一個就是香精 現在我們說蘋果味的雪糕 香蕉味的雪糕 其實裏面並沒有放蘋果也沒有放香蕉 只是通過它的香精 那我們吃起來聞起來感覺 嗯就是蘋果的味道 蘋果的香氣 所以這個雪糕裏面 基本上是這五大類的添加值 按照老師這樣說 照雪糕添加劑的量 符合國家標準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回顧我們之前的調查 有些雪糕包裝配料表上面 會稱作寫明具體的配料成分 但是就沒有標明具體添加了多少的量 還有一些直接用數字代碼來代替添加劑的名字 就連名字都沒有 更加不要說說具體的量了 究竟這些雪糕裡面的添加劑的量有多少呢 它們又是否符合國家標準呢 不要走開 廣告回來繼續為你調查 為何以前的雪糕 加上雪糕好像比較難用 我們之前的節目當中也有說到 雪糕之所以不會變成硬斑斑的樣子 又或者是沒有那麼容易用 都是全購裏面的添加劑 於是网上就出現了這樣的謠言 就說如果你想去辨別這個雪糕當中 會不會添加了添加劑的話 就可以看看它的溶解時間有多長 如果溶得比較快的話 即是說裡面的添加劑就比較少 如果溶得比較慢的話 就證明裡面是添加了很多添加劑了 究竟這個說法是否靠譜的呢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做一個實驗 我們隨機在市面上買回來 六種不同品牌和口味的雪糕 我們先來看看它們包裝袋上面的配料表 可以看到每一條雪糕的添加劑 數量都是不一樣的 現在就將它們分成兩批 一批是添加劑比較多的 都在十幾種左右 而另一批添加劑就相對少一些 大概是六七種 如果網上的那種港牌是真的話 我們桌面上的這六條雪糕的溶解速度 應該是這邊就溶解得快些 而這邊就溶解得慢些 待會我們就拆開它 放在碟上面來觀察一下 究竟最後會出現怎樣的結果 時間過去十五分鐘 六種雪糕就開始慢慢溶化 但這六種雪糕的溶化速度都很不一樣 一號雪糕已經溶化到連形都沒有了 二號雪糕是啫喱形態的 現在已經呈現半透明狀態了 而三號和四號好像沒什麼動靜 之後五號雪糕溶化速度最快 而在兩個小時之後 所有雪糕都已經溶成了一攤雪糕漿 從實驗結果來看 雪糕添加劑越多越難溶化 這個便捷方法不靠譜 有些雪糕添加劑只有幾種 雪糕溶化的速度就比較慢 添加劑多的反而溶化得更快 到來講這個說法應該是不太正確的 為什麼 其實雪糕的溶化度式跟雪糕的原料 跟它的形狀等等這些是相關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說 如果雪糕裡邊奶油的含量比較高 水分含量比較少 是比較難溶化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平時吃的 有脆皮和巧克力的相對也是比較難溶化的 就還有 那如果我們那個雪糕 暴露在空氣中間的面積比較小的話 其實相對來講 它也是比較難溶化的 所以並不是說雪糕越難溶 它的添加劑越多 雪糕真的是一樣令人無法抗拒的美食 但是與其他擔心市面上的雪糕不太安全的話 都不如自己做一些健康又美味的雪糕 只要電視機前面你 家裡有一台冰箱的話 接下來就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做的了 我們再來到控焙作坊 找到KK老師教我們自製一款 美味又健康的藍莓雪糕 製作雪糕的材料都很簡單 都是一些天然的食材 分別有自製的藍莓醬、蜂蜜、鮮奶油、酸奶、砂糖和檸檬 我們做的手工雪糕 全部材料都是這些 全部都是家裡會有 而且超市又很容易買到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KK老師先將部分的材料做一些的處理 先將砂糖和淡奶油混合 然後再用打蛋器 將它們打到黏醜狀 打好之後再將酸奶、蜂蜜和檸檬加入 攪拌均勻之後 就可以將醬料倒入表花袋裡 將它們擠到雪糕模具裡 如果家裡沒有表花袋 也可以直接倒進去 醬料大概倒入到雪糕模具的百分滿 然後就可以開始加藍莓醬了 在邊邊那裡直接煮進去 每一個部分都稍微煮一煮 在它的四周圍? 是,在周邊,不可以在中間 插入雪糕棒之後 雪糕就算做好了 下面就要放入冰箱南洞 老師,剛才我們把雪糕放進冰箱裡 要等多久? 大概就是四到五小時左右 要等這麼久? 美美是吃得等待的 更何況這麼健康 沒有添加劑的雪糕 GaGa,你還是耐心等下 終於在四、五小時之後 在苦苦的等待之後 我們的雪糕已經大功告成 我現在就來看看它 到底是怎樣的 哇,真的很漂亮 你看,像大理石一樣 還有一種越南的感覺 而且看起來就很有食慾 而且有一種淡淡的清新的香味 所以說,電視機前的你們 如果想吃到又健康又美味的雪糕 不妨在家裡就自己煮一下 這個自製的雪糕 我現在事不宜遲 馬上幫家庭朋友來試一試味道 雪糕這麼冷 吃得太急 小心你的舌會傷 光了 我會很苦 叫你千萬不要吃得那麼猴琴 千萬不要餓 你這樣餓會馬上出血的 相信電視機前面的你 都會像GaGa一樣 在童年的時候 發生過被雪糕拉住舌的情況 去年5月湖南珠洲的七歲小女孩 在冰箱裡拿了一條冷嘴很久的雪糕 此倒淡是剛才用舌頭扯第一下 舌頭被黏著 就ắc着一招兩下直又沒用 於是他就用力招 最後舌頭上�%,鮮血直流 摸到有煳 währendermusq 在馬路邊小賣場買了一支雪糕 傳送給兒子 執入跟兒子 抹入大苦手 沒用過一 口腔滑破了 其实吃雪糕都有很多禁忌试行 究竟是什么呢 而雪糕将舌头冻住又是为什么呢 看完刚才的视频 我现在都觉得舌头隐隐作痛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意外呢 我们现在就马上做个实验给大家看看 在我们的桌面上就放了一块冰冰的冰块 和我们事先准备了切成片的肉片 稍后我们就会将这个肉片放在冰的上面 大概放30秒 然后再来观察一下会出现怎么样的结果 现在我们就分别将一些肉贴在冰块上面 接着我们要做的就是等上30秒 然后看看这些肉有什么变化 好了30秒就过去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块肉变开了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切的过程当中 我是比较用力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猪肉除了很难撕下来之外 有一些部分的肉是紧紧地黏在冰里的 那大家想想 如果说我们今天做实验的不是猪肉 而是我们真是人的肉 或者是我们的舌头的话 后果真是不合自想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的反应 就因为我们雪糕一般都是从负20度拿出来的 所以它表面的温度还特别低 那我们舌头上面其实是有水分的 那我们的水分突然遇到这么低的温度 它可能在水时它就冻了 就是我们叫就变成冰了 那冰那就跟我们的雪糕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有时候特别是小朋友 为了不要伤到舌头 就最好我们的雪糕拿出来之后 过一段时间再吃 过一会儿再吃 就是让它的表面的温度 稍稍跟空间接触就是稍稍晚上深一些 所以在这里就要告诫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吃雪糕 跟我吃的一样那么厚勤的话 以后就要改一下这个坏习惯了 不然很容易会对我们的舌头 造成一定的伤害 下日炎热 选择冷冻食品解暑 虽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还要提醒各位家长 冷冻食品对健康是有害无益的 如果小朋友吵着要吃 建议最好是正餐饭之后一个小时再做 数量越小越好 其实这些冷冻食品 也都不适合其他特殊人群 例如孕妇 腸胃不好的人群 老人等食用 更加不要过量食用 或者长期食用 这么满意的夏天 可以考虑在自己家里 自制一些冰镇酸梅汤 冰镇酸奶 冰镇绿豆汤 冰镇自炸果汁等等 既好喝又解说 雪糕里面真的有不少的食品添加剂 所以无论是大朋友 或是小朋友都好 在吃雪糕的时候 都要适可而止 而且在买的时候 不妨都可以看看它的配料表 配料就越小越好 越简单越好 而且如果你想吃得更加健康一点的话 其实不妨在家里自制雪糕 比如说奶油加药或者水果 就可以吃得健康又美味 抵抗炎炎夏天 那是我们送你的大礼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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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生活调查团的偏导 我想问你是否在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是吗 可以让我进来吗 可以 进来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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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否真的在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这里这么有份量的礼物 就已经在我手上了 首先请两位介绍一下自己 好吗 我叫叶叔 我叫欢姐 哦 好了 只要两位答对我们的问题 就可以得到这份礼物了 我们的节目是在几点播出的呢 每晚八点半 没错 好 那我再问你一条问题 那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有哪几位呢 阿琪琪 嘉嘉 没错 所以这份这么有份量的礼物 就送给你们了 来 谢谢 谢谢 现在叶叔和欢姐 就已经把我们的大奖拿到手了 不如这样吧 岳叔欢姐 我再问一条关于这个今期节目的问题 如果答对了 你就可以得到我这个私人帧的小礼品 好吗 好 好 根据我们的节目内容呢 其实是牙刹的细菌多 还是马桶的细菌多呢 牙刹 那我先问一下欢姐 那要几多个月换一次牙刹 才是健康的呢 基本上三个月 基本上 嗯 答对了 好了 既然你答对了 这个小礼物就送给你们了 好 谢谢 好 平时有什么小礼的呢 在徐州我家里没有什么做 小孩子就大了 在家中做义工 在街上做义工 那我自己又喜欢跳舞咯 那现在最近呢 我自己又学了一只新舞 如果你方便我跳一点点给你看一下 好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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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跳给你看一下先好不好 好啊 全言片广 查了先说 下一个恮夹unkt pops up就是你了